大家只销很简单的想一想 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生长在异性恋的家庭 接受异性恋的教育 但是这么多的同志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那刚刚杨女士又认为说 老师们在这个课堂上 从什么性别气质的教导导引到性别认同 我想其实整个的贾爱家真骑士的公投 这第十一案禁止同志教育的公投 事实上它最深的恐惧是什么 包括杨女士在内或者这个公投的发起人 他们最深的恐惧 我觉得让我们面对吧 他们认为如果孩子接触了同志教育 就会变成同志 如果孩子接触了跨性别的资讯 就会变成跨性别 但是事实上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没有任何可信的学术研究 科学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 大家只消很简单的想一想 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生长在异性恋的家庭 接受异性恋的教育 但是这么多的同志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在柔和身上强进取这种你是从小长大的地区 接受异性恋的家庭 接受异性恋的红银 wią敌性恋的家庭